音乐 古来的祖师大德跟我们讲 尽重三个条件 三子两 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不具足 纵然 一天念十万圣佛号 也只是给西方净土 借一个善言 这一生决定不能往生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信 第二个是约 第三个是信 所谓行 就是断一切我 修一切善 老实念佛 古人有说 老实念佛是正心 断我修善是作性 这个话讲得 也有道理 可是更重要的 连持偶叶大师 都教导我们 正足不二 正足双心 不要把这个 做修看清 我们才会有听见 三自粮 第一个既然是信 信什么 教下一板舌 信住地理 信人要欲 与一切真理 这个地理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真理 真实的道理 你要相信 信 信下面一个叫人 人这个字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肯定 我信了 但是还不能肯定 这个信 不能算是根 你有信 这个信 没有根 不但要肯定 还要爱好 你相信了 你肯定了 你不喜欢他 那有什么用处呢 到了很喜欢了 很喜欢要不能把它落实 还不叫做梗 末后有个欲 欲是欲望 把它变成自己的欲望 你看我们今天 以尽头来说 我们信阿弥陀佛 我们信极乐世界 我们信之后 我们心里肯定 爱好 确确实实 变成自己的欲望 我一定 想生极乐世界 一定 习求 清净阿弥陀佛 这个信才叫有根 如果没有一个强烈的欲望 想求生 想清净阿弥陀佛 你这个信没有根 虽有信没有根 由此可知 古人讲 念佛的人都往生的人少 我们不就明白了吗 为什么往生人少 念佛发门的人 我们知道 他都信 但是能不能肯定呢 换一点 举最明显的例子来说 我们今天修净土 一无量寿经 汇集本 在台湾 在中国 有一些人 对汇集本提出质疑 于是 很多念佛人信心动摇了 那就是他有信 他没有人 那下面两个字 当然动摇了 如果没有别人 提出异议 提出异议 也许 他这个信 慢慢能够培养成 一能往生 这些提出异议的人呢 把这些人的善根 破坏掉 所以诸位要晓得 这些人 破不了佛法 也破不了善根深厚的人 只有善根薄弱的人呢 那被他全部破坏掉 用善根深厚的人 他有根 他性有根 他不会动摇 说得再有理 他也不会动摇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